《解放军三大虎将》 《解放军三大虎将》 且看他在担任连干部时的济南战役吧 当时他是华野十三纵 一百一十二团三营七连副连长 由于连长负伤 由他负责全连的指挥和作战 1948年8月 华东野战军发起济南战役时 十三纵负责攻城 十三纵又决定 一百一十二团为攻城第一七队 三营为主攻营 七连为突击连 王成斌未出 击队队长 9月16日 工程集团开始全线攻击 首级无话文战场起义 随后 解放军扑向济南外城 22日 十三栋开始攻击外城 王成斌率领悬连 潜伏在城墙的好够外的砖石掩体里 十八时 炮火准备开始 本来上级规定的三颗绿色信号弹飞向天空时 地面部队才开始发起进攻 但是 没等信号弹打出 王成斌就下令八班送出了第一包炸药 垂直 第一包炸药没有响 接着 他又下令 第二爆破阻伤 直接炸城墙 战使张志忠越过外壳 直奔城墙根 将连接长杆的20公斤炸药包 扔上城墙 轰炉一声巨响 城墙被炸开一个大缺口 冲啊 王成斌一声高喊 率先带着第三排跳出了壕沟 开始了突击登城 八班长蔡乐带全班冲在最前面 首先抢战突破口 登上了干石桥城墙 将红旗插上了城头 这时指挥部发起冲锋的绿色信号 但还没想 王成斌下令 发出要求炮火延伸的信号 这时 敌人的两侧守军涌上向突破口 进行猛烈射击 企图封锁突破口 王成斌指挥第三排扩大突破口 两军发生混战 在搏斗中 两个敌兵抓着王成斌的衣服往城下转 咚咚 王成斌人高力大 两脚飞过去 反而把他们踹下了城墙 这时 一个敌军官猛冲过来 将他扑倒在地上 王成斌奋力翻过身 压住对方 敌军官忙抓起掉在地上的手枪 王成斌一口咬住他手中手枪的枪管 再扭打中 他的牙齿被敌军官用手枪的枪管别掉了牙根 血流不止 王成斌不顾疼痛 立即用一只手抽出自己腰间的手枪 啪啪 对准敌军官的胸部 将其击毙 然后站了起来 在混战难分的紧急关头 七连的第一 两排也跟着突击上来了 王成斌立即下令 第二排增援八班 坚决打掉敌人的反击 副营长任静贵率领的九连也登城上来了 于是大步 对向着城内纵深攻击 突破口终于巩固了 七连转入了团的预备队 但是 在向内城发起进攻时 二连连长牺牲 团长登上城墙后 下令 王成斌马上去担任第二连连长 王成斌又率领第二连 向着内城发起进攻 在随后三天中 第二连在他的指挥下 抗击了守军二十余次反击 全连伤亡一百二十余人 战后 全连只剩下不足五十人 济南解放后 十 团载总结作战经验 认为王成斌指挥果断 抢先爆破登城 带突击队多次打退守军反冲击 特别是接任第二连连长后 纵身战斗打得英勇顽强 石文公队将他的英雄事迹 编成了快版书 进行宣传 王成斌出生于1928年 1944年才参军 但在战斗中成长很快 特别会打应仗 恶仗 济南一仗 全连一百二十人 剩下不到五十人 在此前的象山阻击战中 他所在的二连打到最后 只剩下十三人 在军区举行的庆功打会上 只有五人带着大红花 坐在主席台上 王成斌和其余七人 因为伤势过重 住在医院不能参加 王成斌就是这样一位猛将 说他胡眼掉精 他的战斗风格更是一股猛虎雄 势不可打 由于打仗勇猛 王成斌当战士时 负过伤 当班 排长时 也负过伤 当副连长 连长时 也负过伤 一生八次负伤 在战争年代 他一直战斗在第一线 全国解放时 他已经成为了三十一军王 排营妇营长 新中国成立后 他先后担任团副参谋长 副团长 团长 师参谋长 师长 副军长 南京军区副司令员 北京军区司令 为解放军议员有名的虎将 被称浩荡雄风 返回搜虎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